与球市竞赛 三十二强,下一站将碰上世界排名三十名的淡麦号手机母棋 世界球后戴姿影则预计在今天下午五点四十分亮相,将迎战澳洲女将陈村瑜 世界排名第五的周天成,本月二十二日才在新加坡公开赛分网,拿下今年第二冠,挟着这鼓气势 她在首轮对上世界排名83的海诺,轻松一直落而过关 下一轮将碰上淡麦号手机母棋,两人过去焦烧二次,都有笑天获胜 混双丽许佩也晋级混双部分,左度过27岁生日的女将薛亚琴,与搭档李扬以21点14分,21点17分直落而击败瑞士组合是该类 波卡特,但须亚琴与吴蒂荣的女双赛事落败,没能携着寿星的好运气拿下一二胜 台湾令两族混双出世不利,卢靖瑶,江凯欣,亮面俊,陈小花都无远晋级 台湾,与球王子,王子为今下午一点二十分登场 将碰上世界排名64的加拿大华裔球员和输,两人过去未有交手记录 世界排名34的旭仁豪千韵不佳,左手战强碰中国好手,李渔奥运金牌成龙,两局苦战后 最终旭仁豪以13点21分,15点21分落败,无远晋级 今年的世锦赛有多名男单好手退出,包含前大马球王李宗伟 他因呼吸道问题退赛,南韩一哥孙玩虎也因退伤不打 这让维于千表下半步的王子为相信比较轻松 原本王子为有可能第二轮就会碰上李宗伟 但李宗伟退出,对手将是世界排名21的法国老江拉维德斯